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7日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蒋文杰 首先带你看到花莲县政府与行政院农委会农粮署 在7号办理首次有机农产品行销煤盒会 而县长徐正为期望,除了花莲优质农产品能在顶级的超市上架之外 更希望透过厂商与小农煤盒来对谈,希望协助小农拓展通路 为了让全国民众究竟采买并且享受花莲优质健康的农特产品 县府和农粮署合作办理有机农产品行销煤盒会 拓展外线市销售管道,让更多国人能够亲自感受到花莲的农特产品的美好 新闻学生表示,花莲在今年与外贸协会合作,搭起临接触的贸易平台 行销花莲有机农特产品到香港、日本以及西雅图 他表示,感谢农优们持续推动有机农业 让花莲优质的农特产品,让更多人看见并且走入国际市场 花莲在这十几二十年来,我们所有的农友以及在农政单位技术协助移转之下 让花莲有着好山好水好空气先天的最优越的条件 也在我们很多的农友精心,而且不断的提升自己的田田作业 以及提升自己的品质 那在专业的农政单位又给予全力的协助 让花莲的农特产品成为台湾的精致招牌 而今年在六月份,我们又跟外贸协会来合作 搭起了我们的零接触之间经济的一个远距贸易的平台 而也真的很高兴让我们的农特产品行销到香港、到日本 而这一今年,昨天我们才又到西雅图 所以花莲的农特产品也因此被国际以及我们国际的贸易商看到 而我们要感谢长期以来,在西部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协力厂商 也是支持看重花莲的优质农特产品的 我们CitySuper的我们的杨协力 所以是不是给我们杨协力今天能一驾到花莲 我们给她鼓励掌声好不好 也欢迎谢莉莉 我相信在座我们现在所有的农友 这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是一个产销的平台 会中花莲有近35家有机农特产品业者自行提供产品参与每个活动 花莲农产品享誉全国备受消费者的喜爱 深受市场潜力 此外为了拓展农产产销通路 幸福今天入福导保证责任花莲线肉品运销合作社 与CitySuper等销售通路结合 在中初加起前夕 台北CitySuper超市进行气场花莲有机特色农产品试试推广活动 希望会能够拓展更多的通路 记得就会欢迎找不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